首次上稿 14点24分更新时间 18点04分 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 宜兰县消防局中午12点12分接获报案称 一行六人、三男三女 前往大同乡松罗湖进行两天一夜登山行程 今天第二天于返程下山途中 走了4.5公里 其中一名26岁的美国吉女姓登山客不慎失足滑倒 左膝盖疑似扭伤 无法行走 定求派员救援 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 派遣大同分队出动人车 会同林误局人员 三星分局大同分住所警员入山救援 现场指挥官回报说 事发现场 刚好有一名陈姓登山客 东山香科林社区协会理事长 把伤者用接拨方式被运下山 下午3点10分 消防局搜救人员与伤者接触 使用软式担架接手搬运下山 伤者右膝盖疑似扭伤 意识清楚无法行走 下午4点57分 受伤者的美机登山客 被搬运至登山口停车场 由大同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就医 绽卖